來看一個好消息 廣受遊客喜愛的東山新鳥步道 第二層的瀑布 因為在民國98年 美濟風災後受損至今 影響到地方觀光 經過多年來的爭取 水保局跟羅東領館處 將共同出資1100萬元 來整建通往第二層的步道 預計今年就可以完工 東山新鳥步道共有兩層瀑布 開闢以來廣受遊客喜愛 前來登山漸行賞美景 不過98年的美濟水災 造成步道重創 領館處只修復到第一層的瀑布 使得氣勢更壯闊迷人的 第二層瀑布封閉至今 非常的可惜 年代也影響到遊客前來 遊戚醫院遊客量銳減 經過地方多年的爭取 水保局將補助700萬元 加上領館處的400萬 將在今年進行第二層瀑布的步道整建 新鳥瀑布在民國98年的 巴馬颱風跟煤漆颱風 兩個颱風重創以後 我們在林務局在99年的10月份 先修復第一層瀑布 第二層瀑布到現在都還沒修復 那今年我們在那個水保局跟林務局的 一起協助之下 我們今年終於有爭取到一筆經費 然後來開始就是修復我們 那個新鳥瀑布的那個道路 能夠直接往那個第二層瀑布上面這樣子 那未來可能會帶給我們 那個來中山的遊客 另外一個就是很好的一個 旅遊的一個據點跟一個休憩的地方 新鳥瀑布到第二層瀑布的步道整建 今年內就會完成 讓遊客重建第二層瀑布的壯觀優美 也恢復新鳥瀑布到以往遊客 落意不絕的榮景 特色就是說它在這兩個颱風的侵襲之下 基本上它是都沒有受到那個災害的 它最主要是說它原始的那個森林保護得很好 那個瀑布又很高 然後那個水又更清澈又更清涼 那以前大家來新鳥瀑布 也是對第二層瀑布的那個讚賞有加 希望說未來能夠修復以後 能夠在我們的那個大家的一起努力之下 今年也能夠把它重新的呈現出來 讓大家一起來感覺我們的新鳥瀑布的美 伊蘭新聞記者 十四名採訪報導 好 好 谢谢观看